这一次的国民党党主席之争可以说是史上最热的一个热战 赵少康等于把这一场热战给炒热了 除了赵少康以外 其他的像朱立伦就是传统的国民党将冈式的打法 也就是采取所谓的台面下的压制滑水 而本身还用所谓的打麻将来隐喻 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朱立伦指的东风是谁呢 其实很简单 他的东风就是侯友宜 可是侯友宜到现在为止不肯表态 对于每一次媒体的逼问 他总是逃避 所以朱立伦才会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他也希望透过媒体 大家猜东风是什么 给侯友宜进行施压 那至于另外一个压制滑水的就是韩国瑜了 韩国瑜如果去搅逐国民党的党主席 他也是有胜算的 但是韩国瑜也知道他本身的问题很多 所以这一次他比较谨慎 他让赵少康先打投证 如果赵少康能够取得选党主席的资格 那赵少康选 但如果赵少康没有办法取得党主席的资格 那很可能韩国瑜就披挂上阵 这个时候本来支持赵少康的所谓的知识男 也必须迫不得已的要回来支持韩国瑜 目前大概最沉稳的应该就现任党主席江启成 因为他有现任的党基计 所以他现在是稳坐钓鱼台的态势 他也不想给赵少康参选党主席的资格 也不怕朱立伦或韩国瑜的东风 但是江启成仍然有弱点 这个弱点被赵少康给点破了 这样说江启成本身能力差 没有魅力 没有办法挽救国民党 赵少康说的话 虽然很耸动 但是却是事实 目前国民党扶出台面的这四个人 基本上各有所谓的战术 而这些战术都是权位的考量 都没有考虑台湾的前途 也没有考虑怎么挽救国民党